中央職棒大聯盟昨天晚上是舉辦了年終尾牙 這資深球迷副總統賴清德是親自出席並且致辭 他除了承諾在未來會持續推展這體育運動 也會將體育產業化 跟當場就表示一句話 你們需要我怎麼幫我就怎麼幫 未來擔任總統能夠為我們幫球界做什麼事情 當眾發下豪語副總統賴清德話才說完 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中華職棒聯盟年度尾牙 資深棒球迷賴清德親自到場 當不了棒球選手我至少當一個好球迷 我當市長的時候要求自己就是棒球市長 郭太遠的哥哥還協助我 我們現在亞太棒球這個棒球村 曾經自許棒球市長當選總統後 賴清德用行動展現對運動產業的重視 我有一個政見嘛 就是要成立體育去運動產業發展部 這個不僅僅可以讓很多年輕人 在運動場上追求夢想 而且還可以推動產業的發展 除了頒發資深員工紀念獎牌給獲獎員工 看見郭太元趙世強等退役選手 賴清德難掩興奮 畢竟他可是愛棒球出了名 身為超級失明的賴清德 過去陪總統接近二連霸的 中職總冠軍中信兄弟還笑著直呼 好尷尬 身為一個統一師的球迷 陪同總統來歡迎這個中信兄弟 在準總統終職頭號球迷賴清德加持下 臺灣棒球產業未來勢必會更加蓬勃發展 記者眾報道